他给这条路一个很特别的称号 叫做全世界最伤心的人都在这条路上 知道了了解了 你才知道那个才是你的终点或者是起点 才有办法去对应的人生 让你看到这个人与人之间最初的那一份感动 你的背包里面装的都是你的欲望跟你的恐惧 我真的觉得不需要有一张纸去证明 自己你完成了这个朝圣制 或者是你完成了这个探索自己的一个旅程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 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 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Buenカミノ 你为什么念成这样叫Buenカミノ 我又不确定他正确的发音 我的那个Gonleche也是念了好多次才对的 但你后来念的还不错啊 Cafe Gonleche Cafe Gonleche 对啊 蛮好听的哦 为什么要讲Buenカミノ呢 因为你在朝圣之路啊 奶茶现在人在西班牙呢 大家好我是机器大叔 大家好我是奶茶 我们现在在远端录音 所以呢我们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是你克服 谁叫你没有带麦克风去啊 Cina Bo 在朝圣之路上怎么可能带那么多那么多的行李 虽然我还是带很多啦 对 你是不是带吹风机了 我带吹风机 还带电水壶 对 结果 你身为一个Podcaster 你没有带麦克风 所以你说我要把它跟相机看的一样重要就对了 是因为太重了 原来那支真的太重 然后再帮你找轻便一点点的 好啦 那个听众朋友说我们不要前面喇勒喇太多 真的吗 对啊 这不就是前面喇勒 反正你也在开车嘛 就听我们喇勒一下 不是吗 对啊 大家先开个嗓开个心这样 我们再来进入主题 有人还蛮喜欢我 那个前面上的那一集的声音的声调 那现在这个声音跟上一集的声音有什么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 因为那个上一集录的还蛮久以前的 但是用真的是非常喉音的发音方式跟大家讲话 所以我们这一次要走心灵系吗 那我们就来心灵系的慢慢说话吧 这样大概没有人要听吧 这本来就是心灵系 哎 都在几点啊 台湾时间晚上11点20分 我们录音的时间 但是讲回来啊 我觉得朝圣之路真的是一条心灵的路线 这个倒是真的 真的 我用看了就可以感受得到 我不用走 你用看了就走完全城的是吗 我心与你同在 谢谢你啊 就是我快走不动的时候 然后你在旁边看的影片跟我说奶茶加油 你加油 你加油 我在终点等着你 终点是台湾 可恶 好了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条路 其实我们说要录这个主题说很久了 那个在清单你超级久好不好 其实我一直不太敢去碰这个疫情 为什么 你有什么不好讲的 影集吗 影集不能讲 不是 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这条路还没有很透彻很透彻的理解的时候 我很怕会让大家更误解这条路上的旅行到底是什么 所以你有跑去走第二次 对 然后当然是因为前提是因为我答应圣母玛利亚 我要再回来看他至少一次 对对对 你跟他什么时候那么熟有答应过这个事情 你好好给我交代一下 你好好给我交代一下是吗 好啦应该先讲前情提要啦 2018年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们家的小朋友一起来走过朝圣之路了 那当时走的时候 一样也是没有全程走完 我们是观光型的朝圣之路 就是搭一点火车走一小段路 搭一点火车走一小段路 谁穿凉鞋啊 我啊 我跟Coco穿凉鞋啊 然后豆豆穿拖鞋啊 他可是全世界第一个穿拖鞋走朝圣之路的小孩 等一下这个是正确示范吗 我先请问一下 如果真的要走的话 真的要走的话没有正不正确啊 穿那个什么鳄鱼拖鞋都可以跑马拉松了 所以你只要觉得那个鞋子你舒服 你就用那个鞋子就好走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自己用你自己最舒服跟最想要的方式去走你想要的路 这个应该就是我此时此刻走了第二次之后 对于朝圣之路的一个想法跟感受 那我们就破题了这样 一直在破题啊 不是大家点进来之前就看到标题了 没有什么好破题的 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尤其是这一路上我在直播 然后介绍的时候 第一个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这一条路不是一定都要全程走路吗 不是一定要从头走到尾吗 不是一定要什么杯灯三杯包吗 不是一定要买什么吗 好像有很多很多的规定 对啊 这不就是大家那种心里的一个既定印象 就是对于这个朝圣之路 算迷思吗 也不算 算是大家以为的那个框架就是这样子 应该是第一个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条路到底为什么是朝圣之路 然后它到底跟宗教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再来是我们来破解一下 多数人怎么走这条路 或者是多数人认知的路长什么样子 最后我们再来讲最后的 其实整体看到的整个想法 我觉得可能对大家来讲会稍微有一点帮助 好那我就先来讲一下朝圣之路这一条路 它其实是从西元九世纪就开始 每年涌进数十万人 你干嘛笑 你认真都还记得这些数字 我就读书了 我就读书了 请有请 我没有办法记得 虽然你上次有讲过 好啦我们先讲第一个 第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它的是 它是世界上第一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 它是大家所熟知的叫做朝圣之路 或有人叫它圣雅各之路 或有人叫它 我也想不起来 反正很多很多的翻译的名字 就叫做圣雅各之路 或朝圣之路 或朝圣之路 都有人这样讲 比较大家熟知的可能 尤其是亚洲区的人 如果有在看韩国综艺节目的话 这个要交给杰西 因为我不知道它全名到底叫什么 它的正确名字是2019年左右 由韩国TVN推出的 实际的电视节目叫做 西班牙技术家庭 它其实就是 2019年是我走完之后 走完第一次之后 可是它拍的时候可能是2018 有可能 对呀 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碰到那些帅哥呢 因为它去的那一个镇 我没有走过去 我想说 因为它们都藏在巷子里面 没有它拍的那一个镇 我那一次没有走过去 这一次呢 这一次有经过 但也没有走进去 我走进去它也不在了 不是吗 它本来就是 原来就是一个朝圣者的 那个叫什么 地户所 对 改的 所以其实应该还在啦 还在还在 没错 还在 我觉得既然讲了西班牙技术家庭 我们就顺便把其他的电影 一起讲一下好了 让大家可以在边听的时候 反着过来 因为既然他们要认识这一条路 那我觉得就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除了西班牙技术家庭之外 还有其他几部比较热门 或者大家广为所知的电影 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嗯 好 那第一部电影呢 我推荐的是那个 我们其实之前直播有聊过 就是我出去一下 然后英文叫做I'm all then 这一部片呢 它是讲述 它是一个德国的名人 然后在算是功成名就之后 他想要重新寻找他自己人生的意义 有点是这个感觉了 对 然后而且我觉得他会跟很多就是 我所谓的叫做三明治阶层会很有回响 三明治阶层就是说 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 稀老要带小的这种家庭 你要负担上面的人 又要负担下面的人的一些生计啊 你的工作啊 之后你会产生的一些心理的声音 我觉得这部电影蛮适合这个阶层的人去看的 而且你知道我对这部片的那个印象最深刻之后 其实是在他的起点 在店里面买东西的时候 然后你看到什么 他就抓了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啊 然后不是有另外一个女生跟他摇头 所以他像你吗 你像他吗 我应该不会 我现在的我出国不会买纪念品的 因为我常常笑说 如果依照我出国的次数 买纪念品会买到破产 所以我很久以前就不会 你就放下这个想法了吗 对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 因为其实那个之前很多那种比较老一派的想法 说你出国你就要带个纪念品回来送同事 但问题是 我每个月都在出国怎么办 哪来那么多钱送同事 所以每个月都要买 对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 我那时候很早以前就放下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不管你们怎么看我 反正我出国就是不会买这些东西 我这个出国的时间是我自己的 我要逛我要看的东西 我要买我自己要的东西 我不管 我不要放那些心理重量在你们身上 好生气 对你生气什么 你怎么那么激动 而且我要说的是 很多人出国不见得是出去旅游 旅游也没有一定要带什么东西出去或回来 是 你不觉得这部片跟这条路很适合我们这一路上的节目 要跟大家讨论的内容吗 就是你不一定要有大家觉得 原来是什么的那种框架 所以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对你喜欢的框架 你走你喜欢的路 你走用你最喜欢的方式 然后 对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 不要那么去care别人的声音 然后你想要走怎么路 你就怎么走 这样子我们后面就不用介绍那么多了 对对 我这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啊 不是吗 不行啦 这样等一下那个听众会生气 好啦该讲的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但是应该是说这种东西都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些 中文怎么讲 顾旧吗 是顾旧吗 科旧 对不起各位老师们 我真的听了很多老师 好OK我们把电影这一 part讲了 我们再继续往下 还有另外一部 还有另一部 对对对 杰西有讲了第一个 刚刚除了韩颂的那一部叫做西班牙基数家族之外 那杰西讲了第一部电影叫做我出去一下 然后呢还有另外两部电影也蛮推荐大家就是看完我出去一下之后 你可以继续往下看的 那我可以推荐大家看圣雅各的天空 这部电影呢 它是一个纪录片 那它纪录了在走朝圣之路的人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特别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老奶奶 他好像是上偶 然后他其实脚已经走不动了 但是他还是鼓励自己慢慢要把全程走完这样子 是这部 对啊是这部 但是他比较没有就是那种商业电影的桥段啊 架构啦 起程转合啦 安排 没有那种 他就是一个纪录片 对但是 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叫做The Way 那这部电影我自己没有看过 因为我想说我走完逃生之路 我哪一天有空再来看 但没想到我现在走第二次 我还是没看这部片这样子 那以上三部呢 台湾都要跟他买video都有 请不要帮任何一家电信业配 没办法就只有他有啊 我刚好就有去我的手机 我刚好就查到 不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说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说 你们也业配太多东西了 我们没有业配好不好 这个不是业配 我们又不是喊咒 什么东西业配 咖啡机也业配 什么东西都业配 哪有那么厉害啊 可以业配航空公司这样 对啊 那么厉害什么东西都业配 我们真的没有好不好 不是刚好这个有在用这个服务 就这样子 奶茶跟杰西几乎都是真金白银在旅行的这一种 所以不要再觉得我们什么东西都在业配 他没有他说业配以后不要那么多 他没有讲 他没有讲现在 我们业配都讲很明确 本集节目有叉叉赞助播出好不好 叉叉牙膏赞助 没有赞助 没有赞助 本集台湾牙膏赞助也没有赞助 我认识买TV丢的人 我去跟他谈一下好了 哈哈哈哈 乱七八糟 可是大家可能心里想说 我正要认真听你们在讲这条路是什么 结果你们两个又岔题 真的是让人很生气这样 管他们 这是我们的风格啊 这是我们的路是吗 对啊 这是我们的路啊 我们习惯的方式啊 但是问题是 我们还是会弯弯回来啊 没有关系 走歪了 他最后还是会走到他该走的目的地 这样可以吗 那可以 讲回来呢 就是说 你可以顺便去把这几部片稍微留意一下 然后如果你真的很不知道这部片 或这条路 这些东西到底在讲什么的 你有兴趣你就去讲 但是第二个我要讲的重点是 很多人会问说 这是不是一条宗教的道路 讲回去他对历史 他是因为耶稣的十二门徒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圣雅各 然后他的遗体被运送到西班牙的北边的海边 然后是在圣地雅各外海被发现的 那他在被发现的时候呢 身上就是覆盖了很多很多的贝壳 于是呢 贝壳成为朝圣之路上的相认的圣物 或者是你会一路上看到很多贝壳 这个等一下再说 于是呢 圣雅各的遗体被发现之后 全欧洲的人 特别是信奉耶稣的人 信奉这个天主教的人呢 就从家里门口 从自己家门口 然后慢慢慢慢的走到 因为以前没有飞机嘛 以前也没有车嘛 那是九世纪左右的事情呢 慢慢的从自己家门口走到 圣地雅各这个地方 那所以呢 繁星圣地雅各就是 San Diego da Compostela 这一个城市 大家要记得稍微清楚一点 因为它是朝圣之路的 最重要的终点 因为好像很多地名 都叫San Diego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我第一次在某一个地方 讲San Diego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说 诶是美洲吗 因为那个加州有个San Diego啊 然后基隆那边三雕角 其实古早 它那个音译也是叫做San Diego过来的 对所以台湾的三雕角 也叫San Diego啦 没错 对对对对 好所以呢 先大家先讲 记得一件事情 这条路的第一个很大的终点 就叫做San Diego 是西班牙的San Diego 嗯 然后这个城市 可能多数人还是 不是很理解它的位置在哪里 它在整个西班牙的西北边 叫做加利西亚自治区 这一块地方 又一个自治区 西班牙就很喜欢自治区 很多的自治区这样子 所以它是在西班牙的西北边 对那它跟它接壤的是 比较近的国家就是葡萄牙 因为它下方就是葡萄牙 南边 不是很远 对对 然后呢 你知道这个城市的终点之后 它是各条路的终点哦 那我说各条路的意思就是说 它有很多很多条路 所以朝圣之路它不是只有一条路 它也不是只有一种走法 但是它有最多人走的路 那一条路叫做法国之路 嗯 法国之路 好它为什么叫法国之路 它的起点在法国 然后呢 是在碧里牛师山 这个山大家应该就有记得吧 林介西你有记得这个山吗 有读过有读过 但是不知道 还是还为意去给老师了 西班牙的接壤的地方 然后呢 通常第一天就很辛苦 因为它要翻越 如果你是从SJPP 这个小镇开始走啊 它是起点吗 还是有人这样子走吧 非常多人 嗯 好 然后你就会非常辛苦 因为第一天你就要翻过那一座山 哇 捷心你跟大家讲一下 那一座山到底有多高 你应该找得到这个资料 你认真要叫我查 就是要我翻就是了 就是要你翻啊 我觉得我们既然要讲 就把知识科普的完整一点不是吗 是 经过那个伟大的维基百科的资料 哈哈哈哈 它的海拔 超级问题高 最高点是3404公尺 当然我相信没有走这么高啦 它应该就是某一个高度这样子 然后听说 因为你是 假设你是全程走的人 第一天走法国之路的 第一天翻过碧里牛尸山 很多人就放弃了 因为那一段路真的很辛苦 这一小段 从SJPP出发的法国之路 在24公里的路途当中的 海拔高度变化很大 先爬升约1000公尺 再下降400公尺 既然讲到起点跟终点 那这一条路总长呢 从法国的碧里牛尸山 法国那一边的SJPP SJPP是一个缩写 因为那个我也不会念 SJPORT SJPORT吗 SJPORT的PORT 是这样吗 SJPORT的PORT 过西班牙的北边 总长超过800公里 好吧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800公里要走多久呢 你干嘛问我 我也没走过 不是啊 你没走过 我正问你嘛 你一天走路走几公里 一公里 我加到岁份 对 所以你必须先思考 如果你很想走完全程这一条路 你有多少时间 以及你有多少体力可以走这一条路 可是我们不是在开玩笑吗 你有办法在日本逛街一天走2万步的话 就有办法走超胜之龙 理论上是这样没有错 然后呢 因为我在路上也遇到很多 不管是台湾的朋友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超胜者 我们后来也都觉得 虽然大家都推荐你一天走30公里 你可以在30到35天之内走完全程 但是30公里真的蛮辛苦的 应该比较舒服是20公里慢慢走吧 对我觉得20公里 然后一天大概走4个小时以内 是最舒服的 走走停停中间休息一下对不对 对然后讲到时间我们就必须再说啦 你一天有没有走路走4个小时 当然没有啊 但吃东西可能会超过喔 所以我蛮鼓励大家可以 如果你真的对这条路是有兴趣也想走走看 或者走全程 你可以开始每天可能提早一个捷运站 或两个捷运站下车 开始练习走路 可是这样子你也要有这个时间 你看这样子算一下 20公里那你至少要一个多月才有办法走完 如果你真的从 如果真的20公里要超过 对 如果真的20公里的话 你可能要到50天的时间你才走得完 嗯嗯嗯 因为你中间还有一些中途要休息或怎么样子的状况 我讲一般人好了 一般人正常的走完的时间啦 但是他不是规准 我必须先讲在前面的是 不要觉得别人都走30天 我走35天 我是不是就很逊 没有这种事 没有 真的没有这种事 因为每一个人体力不同 每一个人状况不同 每一个人会发生的事情不一样 然后如果你像杰西一样看到一家店 一定要进去吃5个小时的这一种 那你就没有办法如期走完 你现在干嘛 西班牙的那个用餐时间真的很慢 嗯哼 你等一下不是要去吃一间餐厅吗 你好好把那个时间记一下 我看你 有没有办法在11点半前回来 不行的 可是我明天要离开这里 我要打包行李 我都要上菜上快一点 没有没有快这件事情 西班牙的字典里面没有快这件事情 真的 你能够在11点半之前回家都算是万幸的这一种 对我跟你讲你们应该会吃到睡觉 因为好吧 你那个是套餐式的还是单点 我不知道 因为我只看到我那天走路过去 我只看到他贴米其林 但是我不确定他里面是 freestyle的米其林 还是那个 三道式晚餐的米其林 好那就保佑你了 谢谢你啊 好那我们把这条路讲完就是如果呢你的天数是跟大家一般的天数 那大概就是30到35天 我看到最多人走完的天数是34天左右 哇 这是就是34天 真的要走完全程的话就是大部分人34天 但是你呢 对 你花了多少时间 我又没有每天走 我又不是全程走 然后我还拖着我的大行李箱 我又住在一个豪华的公寓里面 所以你是挑段落走吗 对我是挑路段走 然后挑我要停留的城市走 然后我也不是法国之路从头走到尾的那一种 因为我后来落地了之后 落地西班牙之后我又去了北方之路 所以呢我都是到处乱跳的那一种 你真的跳的 还有来来回回 对好那讲到刚刚讲法国之路嘛 这一条全程最多人走 因为这一条的指标最多 资源也最多 建制也最健全 然后路上走的人也多 所以你讲的指标就是那个 他在路途上面 他就会看到朝圣之路的那个象征就是贝壳 贝壳跟黄色箭头 所以就算没有贝壳还是有人很好心的 那个画黄色箭头帮你指引方向 然后如果是在山上或者小路 他们就会堆石头告诉你方向在哪里 那么可爱 就很可爱啊 非常非常可爱啊 但是会有官方的一些sign在路上 或者在分岔路口这样子 现在都那个西元几年了 没有科技一点的方式吗 有没有直接那种APP跟你讲说 你要往哪边走 你答对了 就是现在是西元2022年 今年是盛年的衍生年 本来是2021年是盛年 然后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请教宗首肯 盛年变成2022年 所以我这次来的确也有发现不一样的事情 包括连盖章这件事情都可以用电子盖章 他有一个APP的 也可以电子盖章 可是这就没有感觉了耶 对我也觉得没有感觉 好我们先讲路线 然后再来讲盖章是什么东西 路线的部分呢 你可以选择很多段的走法 你也可以分段走 当然全程走完从头走到尾 它是一个挑战 没有错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30天 35天的假期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好的体力 可以走完全程 那怎么办呢 所以在欧洲很多人 第一个他们可能是分段走 我今年走第一段 明年来把接下去走第二段 后年来走第三段 或1月走这一段 5月来走下一段 他们会分段走 这是一个 对然后再来是 不同的路有不同的城市的 接轨方式跟走法 那刚刚我们有讲 法国之路这一条路 它是最多人走 也是资源最多 庇护所最多的一条路 但是同时还有其他 譬如说由南向北 从塞维亚 一直到阿斯托嘎这一个城市 就叫做银之路 那它是以前商人走的朝圣之路 比较多商人走的路线 有的人呢 觉得自己的假期不够长 有的人就会从 走原始之路 或走北方之路 对有的人就会这样走 好 那如果呢 你一定要拿到证书 也没有不行啦 也有这种 就是最短距离 最少时间 可以拿到证书的方式 就是你要走完 最后那100公里 从西班牙的 Saria这个城市 开始走 然后到San Diego 你要每天盖上两个章 你就可以拿证书 哦 所以第一个 它有一些 所谓的证书 它是你抵达San Diego那边 繁星San Diego 它会有一个 结业证书的 就是抵达终点的 那个概念 给你就是了 这是第一个 对 你要去朝圣办公室 然后把你的通行证 跟概章的证明 拿出来给他看 他就会给你一个 走路的证书 然后同时 你也可以付费 买一个纪念 你开始走的 城市跟公里数的 另外一张证书 OK 可是另外一个 大家常问的问题 就是说哪里可以买 这个叫做朝圣者护照 应该叫 我后来把它讲得比较清楚 因为护照跟证明 很多人都会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把它讲得清楚一点 你要在这条路上 拿到证书 你要先在你的起点城市 先购买一个 或兑换一个 或索取一个 叫做朝圣通行证 那我们通俗的说法 就是护照 那这个证就是拿来盖章用的 对不对 对 就像我们去 去哪里 去日本会盖章 对不对 会有那种集章 什么百大名称 百大名称 这个概念 然后什么地铁线 就是那个就是讲 更白话就是集章本本 对 跟大家讲得清楚一点 它就叫集章本 然后就像小朋友集护照证书 那是一样 PASS的证书是一样的 然后你每天都要 至少盖到一个章 或者是最后那100公里 每天要盖到两个章 你才可以最后到San Diego 这个城市去兑换证明书 那整个路上面 哪些地方可以盖章 是不是也有资料可以查 通常可以查 但是我的方法就是 我也没有在查 因为我觉得去查 也不见得盖得到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 第一个我看到教堂 我就进去问 然后再来是遇到餐厅 或者是他们所谓的庇护所 就是住宿的地方 或者是有些餐厅 或有些官方办公室都会有 像我今天去邮局 邮局也有 警察局 警察局也有 对 你那天为什么聊天 聊到警察局也帮你干 好 那为什么会去警察局 是因为它门口就是免费的厕所 哦 哦 那很重要 对 然后所以呢 每天都要盖上一个章 那你就可以在最后 San Diego这个朝圣办公室 去兑换你的朝圣证明书 朝圣证书 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先把这个概念先理清楚 那至于哪里可以盖章 其实很多地方可以盖章 有些教堂可以盖章 有些车站可以盖章 然后像如果你从San Diego机场出来 San Diego机场也可以盖章 那所以这个章呢 有点就是那种 我也可以自己刻一个 你也可以刻一个 然后连San Diego这个城市里面 古城里面的纪念品店 也都可以盖章的这一种 可是这个朝圣之路 是不是有三个 传统定义的那个行走方式 传统定义 对 它在购买这个 或兑换这个朝圣通行证 这个几张本的时候 有几个比较detail的资料 是需要填写的 所以你自己拿一张纸盖 是不能换的 它必须要有官方认证 所以这个通行证呢 你要先 譬如说像以我来讲好了 我是在马德里买到这个通行证的 这个通行证呢 它就要登记你的名字 登记你的护照号码 登记你开始走的时间跟城市 还有三种 刚刚杰西讲的三种 你要选择一种方式 你才可以领到朝圣认输 那我可不可以选择溜兵去 那一天杰西直播 是不是说我可不可以溜兵去 那我可不可以划船去或游泳去 没有这个方式 那它是有什么方式 好这三种方式 第一个最多人用的就是徒步走路的方式 走完这一千公里以内 或走完这最后的一百公里 第二种方式叫做骑脚踏车 骑单车 第三种方式叫做骑马 我好奇你这几天有看到骑马的人吗 没有啊 没有看到骑马 这骑马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尤其是在2022年的现代 因为你会多了一个很大的脱油品 然后这个脱油品又很会吃 我要帮我自己养活都已经很困难了 我还要养一匹马 我还要帮他找食物跟找住处 那不是很困难吗 我觉得 可是你的起点你选择是 你算是马德里 这样子算盖第一个章对不对 我在马德里盖第一个章 但是他问我说 我要从哪一个城市开始的时候 我是选潘普洛纳这个城市 所以你还是要选一个 你要开始走的城市 对 你还是要有一个起点城市 而且要日期 他会问你说 你要从哪一天开始走 你要从哪一个城市开始走 所以光是起点的选择 很多人可能就会想 那我要怎么办 那这次就会被绑住了 那你怎么把他脱钩的 我没有脱钩他 我才不管他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拿证书这件事 我只是觉得说 他好像也可以成为我的旅游纪念 就像我们哪一天去了哪一个教堂 盖了哪一个章 他一定要帮你写下日期 那我下次拿起来看 我就说原来我在3月21号的时候 去过潘普洛纳这个地方 然后他那个章很特别 每一个店家或每一个教堂 或每一个青年所的章 都是长不一样的 没有固定的固定样式的意思 对然后有的那个大小还会跨到别人的格子里面去 我觉得那故意的 就是我一定要比别人强这样是吗 有点这个感觉 因为我觉得他每个章最后弄起来都有点像是PK 然后弄的都还蛮可爱的 对我觉得其实有这个朝圣通行证 朝圣护照很好的地方就是 他成为你的旅游纪念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我一定要推荐大家 不管你有没有要走朝圣之路 只要你来到西班牙你会参观教堂 我会这样推荐啊 但是也没有一定要 就是你可以去买一个朝圣证书 朝圣通行证的这个证书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朝圣者的优惠去参观教堂 那我们上次圣家堂为什么没好 因为圣家堂不在朝圣之路上 我不知道啦 就是可能大家不会这样想 但是这是我沿路的一些心得 就是他都会写说朝圣者是有优惠的 等一下 八三龙八四在朝圣者之路 可是没有人这样走 很少人这样走 好 我知道有这一条路 下次试试看 我第一个发现的是 我第一个发现的是 我在碧尔包的这个城市 因为我后来去了北方的碧尔包这个城市 然后我要去参观那个碧尔包的主座教堂 然后把朝圣证书拿出来 我说我要盖章 然后要盖章的时候呢 本来要付那个教堂参观费用 好像是6欧 后来他就说 朝圣者是不用钱的 你可以直接进去 哇好多开心你知道吗 然后一路上都用这种朝圣者的优惠 可以看好多好多的教堂 很开心耶 这个阿妈 阿桑 这个阿妈 阿朱妈 而且我跟你说 很棒很棒的是 北西班牙治安非常好 而且他们对于朝圣者 非常非常的友善 这个就是延伸出来 其实第二个大家会关心是 这个整条法国之路上面 治安跟你刚刚讲的这种友善程度 他们对这些朝圣者 他到底是多友善 其实你的观察上面来讲 我觉得第一个是 他们对这些朝圣者 不管是咖啡店 因为你会去接厕所嘛 我看到你有些商家 甚至说前面几个朝圣者来的话 就免费提供咖啡或者是面包 这种 对 offer 对啊 我觉得是第一个很离喻朝圣者 如果你经常旅游欧洲的人 但是你从来没有来过西班牙的人 你很难去理解 你居然可以去店家接厕所这件事情 因为欧洲上厕所是要钱的 来这个跟大家解释 我相信我们直播的时候也解释过 就是大甲妈的概念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叫什么 拜扎盆了 我们台湾有一个放在路边的茶 那个叫什么 我现在完全都想不想 凤茶 凤茶的概念 你现在讲西班牙文 然后就不要讲台语了 凤茶的概念 然后或者是说你像那个 大甲妈善徒在绕镜的时候啊 然后沿路的商家可能都 你会借厕所或你会要休息 但是沿路的人都会借你的那一种意思 我跟你讲不用大甲妈绕镜了 那个露露姐绕镜就已经可以借厕所了 露露姐绕镜 我有参与过她的绕镜活动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多数人对欧洲的旅行 然后还是会知道说上厕所是要付费的 但是在西班牙 其实这件事情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多 然后呢 对 然后西班牙可能上厕所多数是 不是太需要花费 除了一些大车站之外 但是你在朝圣路上啊 他们对朝圣者非常非常的友善 除了大家会跟你说 就是刚刚杰西一开节目之前 就讲的这一句话叫一路平安之外 他们可能还会借你厕所 或者有这些special offer 给很早到的人 这种礼遇 我觉得是真的是很礼遇的那一种 他这种像 你刚刚讲的一间咖啡店 他门口会放贝壳吗 还是有任何识别 还是只是你进去借一个厕所 然后他看到你贝壳 他主动给你这个礼遇吗 他门口不会放 只是说他可能在这一条路上 那因为指标会经过你的店家门口 那通常大家会进去问 然后问说可不可以建议可能周边没有什么公共厕所 或者是什么公共的建筑物 可以去上厕所这一种 那你进去问他就会直接看 因为我们身上都会有贝壳 贝壳是我们相认的圣物 那所以大家就会直接跟你说 哦 这个是不用钱的 这样子 你刚刚没有讲到的是 当你买这个朝圣者的护照 这个通行证的时候 他其实应该也要同时间买贝壳 对不对 也不用应该 你不买也没有关系 这个也可以讲到最后 第一个是 有没有通行证不重要 第二个是有没有贝壳也不是重点 但是如果你要证书 你一定要通行证 可是这样子的话 那个要拿优惠 看起来有贝壳好处还蛮多的 对没错 而且我们路上都会相认 就是我们会看一下 他是不是朝圣者 都是用贝壳在认的 然后就会主动去帮忙这样子 你干嘛越笑 对我在台湾的时候 穿一穿那个蛤蟆过去好了 我们在地 我是知道 真的是 我去墾丁 直接买蛤蟆就好 对啊 我叫蛤蟆很多 这样子 不一样 它就是白色的贝壳 是白色的贝壳 我很想看一下如果那个其他朝圣者看到蛤蟆 然后一穿会有什么反应 下次下次你下次来唱蛤蟆 然后我们带贝壳你带蛤蟆这样子 好 你的怎么那么小颗呢 像台湾这样吗 应该蛤蟆啦 蛤蟆真 生蚝是不是啊 真的有乱七八糟 好啦回来 好补充一下 这个 我先把刚刚通行证 因为通行证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了 第一个 每一个人的通行证版本可能不一样 因为你是在不同的教堂买的 不同的地方买的 第二个 通行证不一定要钱 有的人是奉献 有的教堂就是奉献 那有的是规定 就是一欧元 这样子 奉献的意思就是香火前水洗 对 那他们不是香火吗 他们没有香火 没有 就讲一个大家听得懂的概念 对啦意思是这样没有错啦 然后再来是 你的那个贝壳也不一定要买 有的 有的大 有的小 然后有的是彩色 有的不是彩色 有的上面有圣殿骑士的标志 朝圣的标志 有的没有 都没有关系 他们有一个制式化的标准 好 然后呢 刚刚杰西在讲治安的部分 我相信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 我自己的两次经验 我都觉得朝圣之路 或者是北西埋亚这一代呢 第一个是人民都非常的和善 非常非常nice 大家都会主动帮忙 不管你是刚刚讲的上厕所啊 借厕所啊 或者是问路啊 然后甚至有阿飞会直接带你去 你要去的地方 或者是走错路啊 他会来告诉你的这一种 就是我觉得治安是非常好 而且人民非常和善 颠覆了过去很多人对西班牙治安很不好的这个概念 我觉得就是大家把它想成是大甲妈在绕镜的那种盛况那种感觉 他们怎么去招待幸福 那感觉应该很类似跟接近了 对 然后大家就是如果你走错路 然后他们还会跟你说走这边走这边 就是路人呢 或者他们这边的住户 他们就会跟你说 你的朝圣之路要往另外一边去之类的这样子 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家关心的治安的部分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大家关心的是花费的部分 北西班牙的花费基本上算是我觉得非常平价 就是以欧洲使用欧元的国家来讲 我觉得算是非常平价的一个区域 第一个是餐食相对来讲是稍微便宜的 因为如果你住庇护所 或者是你去一些比较朝圣重点的城市的时候 他们还会有所谓的朝圣者餐 晚上可能你就是花个10欧元 然后你就会买到一个餐这样子 一套餐或一个餐 而且你看那个韩剧里面 他们还有酒 这里是酒是正常的 你要吓一下情语 请逗逗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未满18岁 请问酒 OK 这里的酒很正常 所以就是当做是饮料给你就是了 他们的国民饮料像Sangoria这种 也都是有酒精的 然后甚至于在朝圣路上有一个酒厂 他就直接让朝圣拿着水壶去装红酒 就在墙壁上 好棒喔 林杰西非常非常适合你 对我要走那一段 我只要走那一段 我告诉你 我已经帮你设定好了 你要从哪里走到哪里你知道吗 哪里 你要从潘普洛纳开始 然后你坐车就好了 移动到Rioha的路上 然后就会遇到一个酒厂 Rioha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西班牙葡萄酒的北区的产区 对所以那一个朝圣者经过可以直接装红酒的那一个墙壁 也在这一区里面 那很好 那很好 可是 我们真的是乱人 我们会不会歪掉朝圣之路啊 真的是 不行这样子歪好 大家再掰回来 可是你不是住在庇护者之家嘛 所以你是选择用A&B&B的方式 那这边我记得你订的房载也是相对便宜对不对 对在这一条路上 尤其是北西班牙的路上 大城市里面的住宿啊 我觉得都是非常便宜的 像是万豪系统下面 在西班牙有一个系统叫AC Hotel 那AC Hotel呢 你有住过吗 有 他是全世界都有是不是 没有啊 在西班牙的时候住的 所以我的理解 因为我没有去研究这个系统 但我知道他是万豪的 我的理解是不是 他是AC Hotel是一个西班牙系统 然后他加入万豪的这个集团里面 我其实没有研究那么细 但是他的确是只有在欧洲看过 没有在美国看过这个系统 但是反正不管 他就是万豪嘛 对 他就是万豪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例子 是因为他的房价相对非常的便宜 便宜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如果你是万豪系统的人 你有累积这个房碗的概念的人 在大城市你住AC Hotel 几乎都是两千块以内 就可以买到一个房间含早餐 对那你讲的大城市是讲马德里那种吗 还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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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北方的大城市 比如说像雷奥啊 然后像是Pamparada 这种城市就是你在朝圣之路会经过的城市里面 OK 对那你看如果一个房碗是两千块 对 那如果你们是两个人住 就是一个人只要负担大概一千块左右 那不是跟青年旅馆的价格差不多吗 而且又有自己的那个房间 然后卫浴又比较干净 对所以大家问我说 乃莎你有沒有住庇护所 我没有住庇护所 第一个是所谓的庇护所 就是青年旅馆的概念 它有分公立的跟私立的 有些公立的庇护所是不能预约的 你走到那里 先到就先给你这个床位 其实你如果要看那些 我不知道那个 它是不是实听拍摄 我出去一下里面 其实有拍到一些画面 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个 他们拍摄需求 可能显得有点杂乱 但是不管是公立和私立 它都会有好的 或者是就是比较多人一起使用的那种状况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你不喜欢跟人家混在一起 包含它的使用的床 或者是别人打呼声 还有你的东西的保管 这是你比较不习惯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为什么去选择 透过这些公寓或者是饭店 然后完成你的朝圣之路 的一个住宿的方式吗 对所以这个就讲到 你走朝圣之路的人 没有一定要如大家说的 住在庇护所里面 但是庇护所相对是便宜 而且有些乡镇真的只有庇护所 那这个就是我选择的原因 OK 有些庇护所只有20欧 15欧这种价格 还有更便宜的 OK 然后但是我那一天看到一个庇护所很妙 他在教堂的门口的外面 搭了三组床架 就这样 在外面是外面 那要钱吗 要钱啊 要钱但是很便宜 可能5欧或7欧的这种概念 露天的吗 帐篷吗 不是啊 他就是床架 但是床架不是在房子的里面 教堂的里面 而是在教堂的外面 然后他上面有搭棚子的这种 但是路人是可以看到你睡觉的意思吗 yes 没错 那就是露天啊 露营的概念啊 没错啦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 就是露营的概念没有错 那这个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因为这条路上你要怎么走 那是你的style 你要怎么住 那也是你的style 那你一定要先去 我觉得这回到我们每天做节目的宗旨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能与不能 讲到烂调了 对 我是那一种没睡好 我隔天就会臭脸 然后脾气很不好 然后体力也很不好的那一种 你很多状况下会臭脸 我每天都臭脸 这样好吗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挑战跟克服的事情 因为我的旅行比较长一点点 那我没有办法容许我自己生病 或去遇到这些状况 那我就只好选择我可以接受的住宿 而且这样子那些庇护所 是不是充电也不好充电 如果看这种状况 就还要去抢插头 yes 就是说青年旅馆的概念 我觉得讲青年旅馆 大家就会比较了解一点点 那青年旅馆有分好的不好的 简陋的昂贵的 豪华的跟不豪华的 大概就是这些分野 那只是说你要走全程的人 你可能没有办法太去挑住宿 那像我是对住宿非常非常挑的人 我就完全没有办法住 以前我可以 年轻的时候我可以住青年旅馆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不需要 年轻是值五年前吗 谢谢你 你又日行一山 我现在年纪比较大 我也很容易睡不好 然后我又很容易受到声音的干扰的这一种 我觉得我就不要去挑战自己这个极限 这个就是回到我们第一开始要讲的 就是你之所以要走朝圣之路的另外一个比较深层的意义 意念 就是我们觉得讨论完或者是看完这些纪录片 我跟你这样子尾随着你的脚步 虽然人没有到心有到的那种状况下 看你走完 我觉得真的是朝圣之路呢 算是一个自我了解或者是自我体验的一个过程 他让你有时间一个人跟自己对话之后 他希望你可以有一些体悟 然后让你回去再面对这繁华的城市吗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应该是大致的概念是这样 没有错 就是舍弃一些可能你长久在城市里面生活 或者你在这种就是你每天都在上班固定时间上班下班 然后用同样东西走同样的路 甚至于你每天都遇到同样的人跟你搭同一班车 这种很俗套的这些状况之下 你把自己挑拖出这种旅行之后呢 你会重新沉淀你自己 包括你可能会觉得我好像不再需要这么多东西来堆叠成我现在的生活 然后我好像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重新看我自己这一个人 这个是很多人在朝圣之路上面的一些想法 那的确这样我们也可以同时讲到就是其实有一个台湾的名人叫做谢哲青 我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个人 认识认识 对其实台湾的朝圣之路会整个大红起来跟他有大概50%脱不了关系 因为他写了一本书 其实这条路很多人走台湾其实蛮多就是天主教徒在走的 因为他们一生的梦想就是来到世界三大宗教圣地 但是在哲青来过这里之后他写了一本跟他自己心灵相关的书 然后包括他怎么走完这一段路 然后他跟自己有什么对话的时候 大家忽然非常认识这一条路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来走走看 很多的路段真的是在荒郊遍野 那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你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就是好好的走路 然后面对你当下需要面对事情就好 因为你手机也不一定会有讯号 然后附近也没有厕所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跟自己对话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 然后谢哲青其实有讲说这一条路 因为谢哲青他当时我相信谢哲青当时走的时候 他应该是他人生某一段很迷惘的阶段 所以他说的他给这一条路一个很特别的称号 叫做全世界最伤心的人都在这一条路上 因为那个出去以下的确 那个人也是在伤心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被推着去走那一条路 但是我觉得也不尽然 就是很多人也是很开心的走这一条路 或者是挑战自己的走完这一条路 那我想要说的是 我觉得其实你不用管别人怎么想 只是你只要对这一条路有兴趣的人 你都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 然后你自己觉得合理的假期 或者是时间 或者是你自己最喜欢的方式来走这一条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今天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状态 你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宗教 那你只要今天有一个念头 你想要走走看 你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目的 你都可以来走这一条朝圣之路 对啊 就算你是来旅游的 你到西班牙玩 然后我想要顺便去路上看看 也没有不可以啊 就是也没有人规定说 你一定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 才叫走朝圣之路 OK 他其实 他也比较规定 他其实就是 希望你 我觉得他这个也弄得不错 就是说他没有所谓固定的起点跟终点 因为唯有你心里知道了 了解了 你才知道那个才是你的终点或者是起点 才有办法去对应的人生 对 然后我那一天其实有研究一些就是有关于换证书的资料 他们说甚至于有就是你去换护照的时候换你的证明书的时候工作人员只会看你从哪里开始走 他也不会一个一个仔细去检查你到底有没有全程走完 你哪有那么多时间 对 那再来 这是一嘛 再来是你如果要欺骗 你欺骗的也是你自己 我觉得这个很妙哦 非常妙哦 就是你拿这张证书到底是要给谁看的 对 你觉得你有资格 那就去领 你觉得你没资格 没有去领也没有关系 而且我那天直播在讲 就是生不代死不代 其实就是一张纸而已跟结婚证书是一样的 结婚证书很重要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另外一部那个楼位不是很多人丢的是那个结婚钻件 我不是有讲吗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一条路最重要的是要告诉你不要拘泥于很多很多的形式 譬如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考一百分一定要考上好的学校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工作 那才叫做人生胜利组我觉得不是这个一样子 然后这条路也是要告诉你这一件事情 可是这比较世俗的一点的问法是为什么会让你这样子思考跟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自己会走上这条路的原因 第一次来走原因有两个 第一次我2018年来走我在面临了我要不要辞职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扰因为我有很好的工作 我有很好的家庭我有很好很好的生命的状态对很多人来说 但是我并不快乐 那我就带着这个疑问走上来了 然后呢走完之后我的确也做了这个决定 我离开了我原来的工作跟离开了我原本很固定 大家很羡慕的生活 这是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来呢是因为疫情然后疫情被关了很久 然后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很没有办法待在家里的人 所以呢疫情之后我又决定我带医生姆玛利亚我要再回来看他一次 所以这一次来我觉得体悟又更深了 什么体悟什么体悟 哇塞走一趟路 应该我觉得大家会问说为什么你走一趟路会有那么多体悟 其实应该是说你看到什么你经历了什么会让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这是我想帮大家问的 最多人其实是这样 我觉得啦我们都是在城市里面住很久的人 那大家都会有防备心然后而且很多人都跟你讲说你不要跟别人太好啊 你不要太为别人着想啊你要多为你自己着想 但是在这一条路上你看连那个火车上的那个奶奶他根本自己行李都提不动他还要来帮忙你提行李你就会觉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样子 等一下你这段刚没有讲他帮你提行李 就是因为我不是有一段火车然后这一段火车他忽然我本来是直达车但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变成要转公车 对然后整车的人都来帮你吗 对这台上车上面的人很少因为那是很早7点多的火车 其实有点担心说我会不会错过了下车的车子啊我会不会不知道要去哪里转这个车 然后可是呢每一个人都跑来跟你讲说要下车了往这边走然后要跨铁轨他们就会说来我帮你拿行李 就是非常非常善良纯真然后就是你会觉得是我该我该帮你拿行李吧你怎么会帮我拿行李这样子呢 然后那个小帅哥不是就说 I will call you don't worry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是让你看到这个人与人之间最初的那一份感动 而不是因为城市这样子的一个现代化大家武装自己的一个盔甲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的人比较容易觉得很容易被骗啊很容易被设计啊然后就是不小心讲错话啊 然后或者是说你不小心做错决定然后就引来了什么什么的问题 但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像我觉得啦我不能说是不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但是我们是已经到了大叔大妈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看过很多很多的事情也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的人生好累 等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五岁听众小朋友 我也很推荐五岁的小朋友来走你知道全台湾最小走完朝圣之路的小孩是12岁 哇塞 12岁走完全程耶 那插出来问那你觉得Coco跟豆子他走完之后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发现 人生还很久对他们来讲但是问题是他们应该有一些发现吧 他们没有什么发现但是他们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走朝圣之路的时候啊 我们是手牵手的在走的 所以呢 我帮他们设定的是你们没有一定要全程走完但是只要有人喊累 不走了我们就停下来 然后呢 他们没有人喊很累 喊的人是我 然后为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喊 为什么他们没有喊 因为他们说手牵手一起走在路上然后我们会唱歌跟聊天 他说这跟在家里不一样 因为在家里每个人都忙自己的事情啊 然后有人滑手机啊 有人做事情啊 有人做家事 然后他们很喜欢爸爸妈妈陪在他们身边的感觉 嗯其实应该是说这一趟旅程小朋友也看到了就是说 如果是 父母亲的陪伴 然后在旁边的话他们 就是他们最最好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趟旅程中带给他们另外一个不同的算是 价值观或者是面向 让他知道是父母也是很爱他们的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在小朋友走朝圣之路超好 超好玩的为什么因为呢你知道小朋友都很喜欢 小朋友都很喜欢柯南对不对 对 然后柯南最喜欢做什么事 把人家结婚啊 哈哈哈 不是 当时有人说只要柯南在的地方都会有事 不是是因为呢 小朋友去找这个指标跟箭头 他们的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他们很单纯 所以他们找路很快 然后所以呢 当时我们就是 派着小朋友去找说好那 你们去找箭头跟找路的指标 我们就跟着走 OK 老公有去对不对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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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一次又抱不弃子 全家人一起去 我觉得我蛮推荐家庭可以来小走上一段 那其实你不用担心走不走得完这件事情 现在21世纪了 这么方便的时候 乌伯吗 没有乌伯可以叫我已经帮你确认过这件事了 好 我觉得就搭火车啊没有关系啊 刚刚感兴了一小part 太早感兴了吗 没有不会我想感兴就感兴怎么样 OK 你的风格 就是这条路上面如果碰到主要的困扰到底会碰到 哪一些如果以一般世俗的人来说 这不是世俗 比较生理需求好不好 好生理需求 我会不知道什么问题跟大家稍微 我自己觉得 可能每个人遇到困难不一样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三个比较大的人 大家走这条路或走这条路之前 比较会confuse的几个事情 第一个是行李 我到底要带多少行李上路 如果我拉行李箱可不可以 然后我的行李可以跟着我一起吗 那我在就像刚刚前面也有讲到了 我放在庇护所会不会不安全 那我有一些行李可不可以寄到最后面 什么之类的 这问题怎么那么多 行李就那么多 最多真的是行李这件事情 那我会建议 行李这个部分 我们通常会建议真正全程要走朝圣之路的人 你的行李不要超过你的体重的十分之一 嗯非常好可以带十公斤 但是你也要背得动啊 重点是你的背跟脖子那么烂 我脚也烂 我又足底筋摸眼 所以我只能背五公斤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连五公斤 负重走路这件事情 没有想象中这么简单 我觉得 没有没有 这个我蛮确定的 我没有负重过了 对 你要去想你这辈子在你的旅行跟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那我平常开玩笑说吗 走朝圣之路第一个会丢的都是吹风机啊 因为他没有很重要 你到这边都把他会地干 我没有丢啊 因为我没有全程走啊 还是要讲我没有全程走啊 嗯 然后再来是我到底可不可以带行李箱 当然可以带行李箱啊 因为我们回到最刚开始讲 朝圣之路没有规定你要怎么走 你要倒着走反着走 从南而北走 从北从而南走 都没有关系 问题是你搭着行李箱怎么走路 嗯 行李箱是比较难走路 可是 韩剧里面有演啊 你可以把行李寄到下一个目的地不是吗 对 这个就是朝圣之路上面一个很好的服务 第一个 你可以从AB护所 寄你的行李到你 B护所 比如说我今天在AB护所要check out了 然后我可以把我的行李留给他 然后把那个运送的钱留给他 他就会帮我运送到下一个我的住宿点 这个是很好的服务 你就可以空手走路的意思啦 但是饭店没有办法对不对 饭店好像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心里想说 有没有沿路都有饭店啊 重点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饭店啊 所以可能会漏街的嘛对不对 对会有这种状况 然后再来是 你有没有办法走到你预定的那一个住处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喔 对你有可能走到一半你就脚痛啊 或什么状况下 你就可能走不下去 对我有一个网路上的朋友 他的确走到一半他的脚就拐到 他根本就是在那个地方就留了三天 根本没办法往下走 那怎么解决这种状况 他就送医院啊 然后就停留在那个B护所停了三天 直到他可以走为止 那行李也没办法这样处理了 他就只能到下一个 下个点 对没错 然后再来是呢 大行李箱你可以寄到最后一个城市 等到你到圣利亚哥的时候再去领他 这是没有问题的 西班牙的朝圣之路上有这个服务 所以圣利亚哥那边有那种大型行李储存厂的意思 就是邮局啦 其实就是邮局而已啦 你有去邮局拍那个行李的 排排站的那种圣况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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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去拍到 因为我今天去邮局跟那个 跟那个小姐聊天这样子 记明信片 然后记得拍我那张来当那个蜂蜜好不好传给我 好等下传给你 好OK所以这个是行李的问题啊 所以建议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带太多 那朝圣之路上的人 这句话我大概也讲了50次了吧 朝圣之路上面的人说 你的背包里面装的都是你的欲望跟你的恐惧 他是有这样的意思 对 所以其实所以也许你不需要那么多东西 嗯嗯嗯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带你 最需要的 比如说 罐行衣物就带一套 然后每天去那个庇护所去洗 然后 对 真的是看 今天很简单单的行囊了吧 看这种 对就是最简单最需要的这一种 比如说钢杯呀 然后比如说一条毛巾啊 一块肥皂你就用到底的那一种啊 好那我觉得大家不会想要 有可能不会想要走这种房子 那奶茶的模式呢 奶茶模式就是移动到大城市 然后大城市住点 比如说五天 然后我就移动到 我想走的城市走回来或走出去 然后走一小段 放射性 对走一小段 但你还是回到 原来的住处 原来的那个 大城市嘛 所以不管是往哪里走 往东西南北走你都是回到你原来的那个地方 所以等于说你的心里有一个地方可以储存 然后 你的走的距离也不用那么长 反正你的 朝城之路的概念是 你有走到就OK了 对 我大概是这个概念 但是他同时也有缺点 他不能说都是优点 第一个 你想要往前走的时候你就不能往前走 因为你就得要回到你原来的住处 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是你就会错过很多 后面你没看到的风景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是点语点中间 那些地方可能会错过啦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权衡嘛 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跟决定啊 那也许有一天我想不开 我真的来走全城 那也不一定 你应该不会想不开了 我也是这样想 在我还这么胖的时候 因为我跟你说 真的 你如果太胖的人真的是不容易走 伤膝盖又伤那个脚底板 你这个鞋子要准备好 我们不是有说吗 那个鞋子不能穿新鞋 对 千万千万你在出发的一个月 你就要开始训你的鞋子 然后你要去适应他 然后适应你要带的东西 那天有一个粉丝说的很可爱 他说每天就背着包包去上班 然后会有时间的压力 然后负重去 你大概就是那个概念 这样 会流汗吧 现在这个天气 你可以在台湾练走练练看 但是我觉得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因为那个台湾路上可以买那个珍珠奶茶 而且台湾到处都Saven 然后台湾到处都可以吃可以喝 可以上厕所 第2个其实讲到就是厕所的问题 对来第2个朝圣之路上 比较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跟旅行也是一样的 就是上厕所的问题 因为有我刚刚前面有讲到 因为这里的人其实很友善 你跟店家或跟加油站借厕所 几乎跟欧洲很多城市是不一样 是不需要花钱的 他们也不会愿意借 真的你来不及去敲个门 也是可以的 不会有问题 但是最怕的就是你已经走到荒郊野外 前不找窗后不找店的时候怎么办呢 找卫生纸最多的地方 没错 你真的是要就地掩护的那一种 然后找一个没有人看得到的地方 然后就去解放一下 那那天 直播的时候也有一个粉丝说 他就跟登山一样登山也是这样 如果说你有去欧洲或者是西班牙游游的朋友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找厕所的话 通常我们都是去一间咖啡店 然后点一杯咖啡 然后去上厕所 那杯咖啡可能是 1欧 1.5欧 1.8欧 2欧 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北西班牙其实还不错啦 就是像加油站这一种啊 或者是餐厅店家 然后甚至于某些公共场所都是有厕所可以上的 那只是说你刚好走到一半的路上 然后旁边都是荒烟漫草的时候 那你也只能就地解决 那你要先放得下这件事 有些人放不下 真的吗 放得下 你是男生啊 那女生没有办法 有些女生不行啊 等一下 变变出来的地方都一样啊 没有我跟你讲 这就是人生 人生的选择嘛 那有人问我说 那我可不可以带包大人 当然也可以啊 这是人生的选择 没有可以跟不可以 你会先有尿布疹而已 真的 你要带那个肺子粉 你走走走走走 那个真的很闷我必须说 真的很闷 嗯 好啦好啦 反正上厕所 就是你要先放下一些身段 让他 呃 落土 不对 落地生根 不是啦 回归大自然啦 你不要这样 好 第三个能会碰到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刚刚前面一直在讲的 住宿的部分 那庇护所的部分就是你刚刚有讲 他很多都是没有办法预约的 就是他最大的问题点 功利的部分 而且他有一些优先权 譬如说 残障者的朝圣者会优先 然后再来是走路的优先 再来才是骑脚车 再来才是骑马的人 那而且 比较麻烦的是 如果是旺季的时候 像现在 3月4月天气还不是太好 人就不是很多 有些庇护所甚至于会关门 他就不开 OK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那如果是旺季 譬如说我认为 5、6月会是比较旺季的时间 因为7、8月走太热了 西班牙有时候 白天会到 3、44度 所以我不建议7、8月走 那如果你是在忘记 比如说5、6月的时候 然后刚好可能又遇到 欧洲人的假期的时候 你不见得 走得到庇护所 或者是 你不见得 那么快就可以走得到 你要的庇护所 那常常 在路上会有 朝圣者发生一个状况 就是 我走到这个庇护所 结果克满 怎么办 怎么办 继续往下走 是喔 对啊 就只能继续往下走啊 所以同一个镇上或区域 不一定会有 两间以上的 庇护所 然后或者全部都 客满也有可能 所以我曾经也看过 有人 这是我看别人的文章 随后去睡骨仓 哇 对就是跟人家要一个骨仓的位置来睡 这样子 这个真的是 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 很大的挑战 应该是 还是 还好 对男生来讲 就是 找个地方窝着 我比较担心是有没有地方洗澡 你的确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心理准备 是假设你找不到好的住宿点 你可能那一天是没有办法洗澡 你还是得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 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选择你现在这个模式 让你自己舒服一点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的原因 对然后我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到 就是心灵痛苦到我要走全程 你知道吗 用这个痛苦去折磨另外一个痛苦 很多人会说走朝圣之路的人 他其实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叫做心灵与身体的拉锯 怎么说 因为你走路 你一天要走20到30公里 其实是体力很大的负担 但是你的心又告诉你 我要继续往前走 我要走到终点 那是不是一个意志力的对抗 就为了那个证书吗 所以 但是我跟妳讲回头的人也很多啊 就是我走不下去的人也很多啊 然后消失在这条路上的人也不少啊 OK 消失他怎么了 他可能不小心出了意外啊 有可能走错路迷路就不见了啊 的确也是有我不能说没有 因为这条路 毕竟在中国世纪的欧洲就很多人开始走 它是一条非常非常久的道路 所以妳的解法呢 我的解法就是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啊 老娘说了算 老娘走的路就是 所以我用一个现代话说服我自己的方法 我用火车搭配步行的方式 你不觉得这很好吗 我自己觉得啦 这自我解潮的方式 反正你的章都有盖到啊 你想盖的章都有盖到啊 你没有可以要几张的意思 我没有那么喜欢盖章 虽然我看到那个章我也会觉得很可爱 但是我这一看喔 就是因为现在是三月 我走的时候是三月跟四月 的确也遇到很多庇护所或者很多教堂是关门 我根本盖不到章的状况 妳再讲一次妳不喜欢盖章 我没有那么喜欢盖章 那请问一下那个在三手线盖满整圈章的人是谁 那个是跟小朋友一起 然后想要把整个车站做 那这样子却要说真相 我对火车有迷恋 我对火车站有迷恋 没有错 好那就好 这解释了过去 我讲说妳三手线都盖完了 你还跟我讲说没有盖章 我都不相信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一次这一趟的旅行里面 我看到教堂我可能会进去看 但是不是你看到教堂进去就会找得到人盖章 有时候找不到人 你也不知道在哪里盖章 那就问啊 后来你必须要去做那个匕首画脚盖章盖章 或把你的朝圣者护照拿出来 或者把你的背壳拿出来然后问 但的确有人没有办法回答你 或一进去教堂根本找不到人的状况还是会有啊 跟着别的贝壳走吗 没有别的贝壳啊 重点是 人烟稀少到这种状况 可能是疫情的关系 也可能是这个季节的关系 目前朝圣者不是那么多 OK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在挑选走朝圣之路的季节上面 月份上面要特别留意的一个部分 但如果你不care那就没有关系啊 你什么时候想来就什么时候来啊 所以最后走到San Diego嘛 其实最终的终点就是Finistella那个地方我也有去 就是零公里处 这是最真实也最原始的朝圣之路的终点 但是我不是走路去的 我是搭tour的巴士去的 来跟大家再解释清楚 你刚刚讲的是终点是San Diego 那这个地方又在哪里 好OK 在朝圣之路 大家所聚集的终点都会是San Diego这个城市 那大家都会在San Diego大教堂的广场上面 拍一张完成照 拿到真书 然后来这里拍照 对 只不过你的照片是歪的 没办法啊 那些技术不好我也没办法啊 没有带弟弟去 你又不走路 你很烦耶 当然我是可以啊 OK 你终点等我那一种对不对 对啊 OK 但是呢 其实在后面还有两个地方 一个叫Musha 一个叫Finistella 这个才是当时所说的世界的尽头 整个欧洲大陆的终点 然后他们也觉得这个才是完成神体的朝圣之路的人会走到的地方 然后他的那个上面的纪念碑显示出来的是零公里 就是你完成到最后一个把所有朝圣之路走完了 那零公里的地方呢 古时候的朝圣者会在这里把衣服都烧掉 把鞋子都丢到海里面去 裸体 也没有裸体 他可能买一件新的衣服 或换一件新的衣服吧 然后表示你的人生罪孽 洗清了一半 你的人生可以重来了 有点但是走完全程可以赎罪的那个感觉 对 所以很多人会误解说这条路是宗教的路 其实也没有错 他不是误解 就是古时候的人的确是为了宗教这个名义而走来的 所以呢 大家都是 因为以前不是有贩售什么赎罪券啊 我要就是我在这一次是什么有很多的原罪的 我要洗脱这个罪孽 所以他们走完之后说 你可以一半的罪孽可以洗清这样 那所以都会走到这个地方把衣服烧掉 把鞋子丢掉 表示你成生了 那现在还可以烧吗 现在不能烧了 因为已经官方规定这个地方不能再焚烧东西 你可以在那一个纪念碑上面拍照 零公里的碑上面拍照 但是你不能在这里烧东西了 旁边有个sign是不是 也没有 但是你烧了应该会有人出来制止你 我怎么觉得还是有些狂热者会烧 的确有 因为地上有痕迹 半夜可能也没有人阻止你吧 之类的 所以真的还是有人烧 有一坨黑黑在那里的确没有错 好 那个真的也是人也逼不了 他也不可能20小时都派人 对 而且他的确是在一个很偏远的海边 像那天我们直播不是 就是声音风也很大 然后是在一个悬崖海岸上面 那的确也不是太容易管理吧 我觉得 那就是面对大西洋啊 开玩笑 那这个地方呢 在发现葡萄牙的罗卡角之前 因为罗卡角号称为欧洲的尽头嘛 在发现这个地方之前 菲尼斯蒂拉这个地方就是世界的尽头 就是朝圣之路的终点世界的尽头 OK 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等于说你如果是在要领结业证书 终点证书的话是在San Diego 但是有一些人为了求这个心里面 我一定要到这个零公里这个尽头的话 就是要到你刚刚讲的这两个地方 对然后你到这两个地方还可以另外 如果你是走来的 你还可以另外再换两张证书 那么多证书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回到那么多证书 然后对你到底有什么意义 像那时候我刚把这个证书拿出来的时候 解析就说这张只代表不了什么意义啊 而且它很容易破 我说真的 它真的很容易破 很薄是不是 它没有很薄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在你的旅程的终点 然后你要再把它带回去 然后它回去之后所有的记忆都在你的脑袋跟你的心里 其实那一张只能告诉别人我走过 但是你不用告诉别人啊 这条路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有走过你自己最知道啊 对啊 而且在那段路上面所产生的这些质变啊 或者是这些想法或者是心理层面的改变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所以不需要 我真的觉得不需要有一张纸去证明自己 你完成了这个朝城之路 而是你完成了这个探索自己的一个旅程 对它当然可以做成一个纪念 我不能说 因为我也是很世俗的去做了这件事情 我当然不能说都不要换 因为我叫你不要换 你还是可能想要去试试看 但是我觉得不要为了这件事情有执念 然后进而让这个执念来困扰你自己 就别人说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换证书 你没有换到证书你就白去了 这就跟你去台北一定要去101 这件事情对你到底有什么意义是一样的 你去巴黎一定要看巴黎铁塔 这世界没有什么叫做一定 那个路在你心里对你自己造成意义 对你自己完成你自己对自己的交代 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一条不是一条 它不是一条路叫做朝城之路 它是很多条 它是放射性的 然后有人也没有一定要走到Sandyago这个地方 包括在北欧也有所谓的北欧之路 然后在匈牙利也有从匈牙利出发 从意大利也有意大利出发 但他们自己那一段路就叫朝圣之路 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 那我可不可以在台湾走环岛 当然可以啊 环岛也是你的朝圣之路啊 你自己心里设定哪一条路是你的朝圣之路 你就去完成它 那只是差你没有办法在西班牙 领到圣地牙哥的这个证书 然后发给你 甚至我跟你说 我看到他们路上在帮忙盖章 我就说没关系 要我回家自己磕一个 还可以用原子章哦 很烦耶 我们不是那个什么同意发票章 可不可以当朝圣章 很丑好不好 你刚才说你那个实名制 你帮你小孩科的那个姓名跟电话 全部来当那个运章算 对那7可能也都有之类的 我觉得像台湾的 像台北的捷运站 捷运站也都有自己的章 那也可以啊 你不然你哪一天觉得很烦 然后你就去把每个捷运站的章 都收集一次好了 那也叫朝圣之路 我觉得他最终最终的意义就是 没有既定的规准 你自己的路自己走 所以呢 我最后想要结尾的是 在这条路上会有两个字 一个就是杰西刚开始讲的 跟大家说的 或跟我说的叫做Buen Camino Buen Camino这句话就是 我们朝圣者会互相说的 就是祝福你一路平安 祝福你在朝圣之路都是平安的 另外一个字呢 就是我不会念它的拉丁文 然后它是我这两天 学到的一个新的字 它叫做U-L-T-R-E-I-A Ultreia 然后这一个字呢 它是拉丁文 那它其实有一个寓意 它是高深一点 或是老守就是老朝圣者 会对新朝圣者讲的一句话 这个意思呢 叫做前进 Keep going的这个意念 这个是你自己的持续前进 就是韩国的fighting 韩国的fighting是什么意思呢 就fighting了 对 其实就是保持前进 保持努力 加油加油 对加油加油的意思 我觉得这条路 你走一次走两次走三次 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它要告诉你的就是 持续保持正能量 持续保持前进 然后把你的问题 在这条路上解决掉 就是这样 对 往前走 不用往回看了 对就是让它走下去吧 这也是杰西常会跟我讲的 我们有时候平常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 然后杰西就会觉得我执念太多 他就往下走不要再看 往下走不要再看 那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 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很好 因为有时候像我个性又是那种就是 鳥猫很多的人 然后我有时候就会 你卡住就会 对我卡住以后我就会好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一直走不出来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杰西这一个就是 有给我这样的概念就是 你就继续往前走把它放掉把它放掉 不然你会一直卡在那里无法前进下去 那我觉得这个字就是这种感觉 对啊 因为你有办法改变那个现实 那就去改变 既然改变不了 那我们就往下走 日子还是要过路 还是要往前走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 在你的朝圣之路上或你的人生之路上 你该丢弃什么 你该拾起什么 你也许可以透过这条路的体验 然后慢慢去练习自己的风景是什么 你想要看到的东西那是你要的 然后演呈出来就是这条人生的道路上面 这些东西是你想要的吗 然后你最后走到你的终点的时候 那些东西是你想要带走的 还是这些东西都可以被放下 那你最想要带走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可以让大家好好回去想一想的一个思考点 对我觉得是思考点 然后我最后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走到最后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会有点点小小的难过 因为你走在这条路上 一路都会有指标指引你 你只要往这指标走就没有错了 可是你来到Tandiego这个城市之后 就没有指标了 以后人生的路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指标 你就不能靠着这个时期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想法嘛 对人生路上哪有那些贝壳在指引你 那些路上吗 有可能啦 天使们会指引你 该发生的他就会发生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所以其实这条路我觉得我们可以这样去叙述它 你从这个有形的路上 有形的贝壳有形的指标 有形的这些朝圣者都是你的天使 进而转换到你自己人生的路上的时候 你可以用你的善念用你的心 然后去感受这些出现在你身边的天使 出现在你身边的指引跟指标 它不见得是箭头不见得是贝壳 但是其实他都在你身边 是 我一直在你身边 对 杰西是天使 对 你只是晚了二十几年 三十几年才发现我 哈哈哈哈 但你刚一天我就认识你了 不是吗 哈哈哈哈 不是吧 只是你那天没有讲翅膀 这样可以吗 是 因为飞不上去太胖了 还有这怎么乱结尾啦 真的是 乱七八糟 没有啦我是希望大家是我们分享潮生之路 其实有一半是在心灵层面你要想的一些问题 因为听说你也帮大家念了很多他们心中的话 跟那边的圣母玛利亚 对我跟圣雅各以及圣母玛利亚 我每天都进大教堂至少一次 然后因为我有答应就是粉丝朋友们 不管是社群或是FB的人 然后只要他们有写下来 我只要有时间我有能力 我都会进教堂做一下 然后帮他们带导一下 那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帮他们祈祷 但是我只能帮他们念出来给上帝们听 或是给天神们听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仪式 不是说念了以后就会成真 或念了以后就会怎么样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在这条路上 能帮助大家一点小小的力量 但我觉得大家也很厉害 至少他愿意把自己的问题讲出来 因为看到蛮多朋友的 他其实问题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好好的解决 可是就跟这条朝圣之路一样 他其实默默的其实会种下一些方向 去指引你该前往的一些道路 然后你路上对于那一些想要帮助你的这些天使 这些朋友们其实你只要敞开心房你去仔细聆听的话 其实都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只是你平常没有好好去听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但我觉得你做这些事也很棒 就是说帮大家念出他们心中的一个想法 但是各位朋友这已经截止了 不要再私信我们 哪场已经离开斯蒂亚哥了 然后很棒的一个是 姐姐也常常说 你必须先去面对这些问题 你才能解决跟放下他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也没错 这些朋友他们其实已经在练习 面对自己的问题了 但在这些人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很棒 更棒的人是 他除了一些自己的问题之外 他还愿意分一点自己小小的力量 去祝福别人 我觉得这个也蛮棒的 这个就是佛教的一些愿力念力了 所以其实宗教都一样 就是其实你只要心存善念 然后能够愿意向善 然后愿意祝福别人 我觉得他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 好我们这一集呢 就说在这个非常宗教的 没有没有宗教 我觉得那个就是人生的一些想法 你愿意选择相信 嗯好啦 这一集韩不浪当也录了一个半小时了 真的假 真的 就跟你讲说这集一定要录迟早要录的 你要还给那个圣母玛利亚 好 好 好 节目到这边了 那如果对奶茶或者其他有任何的问题 或想法想要沟通的话 可以欢迎到我们的IG或者是脸书粉丝团 或者是LINE的社群我们都可以做互动跟沟通 那也不要忘记在各大播放器平台帮我们按下五星好评或者是订阅来跟我们支持一下 当然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们真的有什么想法你就私讯给我们吧我知道你们不想要留言我懂 哈哈哈 有懂齁你到现在终于懂了齁 因为我今天看到那个常常穿我真的好感动 我也好感动我觉得可以有收到一些feedback回馈不管是建设性的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不善表达原因他用的语句稍微强烈一点点 但是都是作为我们成为更好的节目然后成为更好的人路上一些很棒的天使 好谢谢各位天使我是吉西大叔我是奶茶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 不问看你喽 我们下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